消防隊接火報案發現61歲的婦人受困在三樓 整個人蜷縮在角落的冷氣機旁邊 消防隊員趕緊駕踢 一邊安撫婦人一邊把人帶下來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那麼在消防員的帶領之下 婦人慢慢地爬下樓梯平安脫困 根據了解這名婦人 日前在四樓住家陽台打掃 突然吹來一陣強風 導致大門瞬間被關上反鎖 而她身上沒有帶手機 情急之下 她從四樓順著廣告招牌攀爬到三樓 但因為體力不支 只能待在三樓等待救援 那婦人是相當接近 最後她是大神虎海 因為事發當下正值下班時間 有不少路人經過發現 她的虎海聲趕緊報警 那麼才結束這一場高空驚魂祭 事後警方也趕快找來鎖降 到場開鎖 婦人最後也能平安回家 大家會mek不幸 從瑪麗